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三的C-Shop教學第49課 那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東西是List 那這是一個很常見的一種資料結構 那中文你可以叫它串列或者清單 那這個資料結構的課程呢 在我們後面呢 也會開始慢慢的去介紹一些其他的資料結構 那我們今天就先以這個List作為開頭來介紹 好 那在開始介紹List之前呢 那各位還記得陣列嗎 那我們在之前的課程之中有 教過各位什麼是陣列然後要如何使用 那我們也教過進階的多維陣列 那這些東西呢後來也有使用在我們的五指旗的專案裡面 所以各位應該多少會有點印象 那陣列它簡單來說就是一種用來儲存大量相同型別 資料的一段記憶體空間 那我們現在就來稍微回憶一下 它的程式嘛 好 那首先呢要建立一個陣列的變數呢 它的宣告方法是 要先跟它講說你要存什麼樣型別的資料 例如說我想要建立一個整數的陣列 那就要寫int 然後加上一個中括號 代表說它是一個整數的陣列 然後給它一個變數名稱 例如說array 像這樣子 那這樣就是一個 整數型別的陣列宣告 然後呢 我想要建立出這樣的陣列的話 就是把它存進 存到我的變數裡面的話呢 那我就必須要打 newint 然後也是一樣 中括號 但是中括號 裡面 必須要寫 我要 開多大的陣列 比如說 比如說開 5格的陣列好了 那就代表說這個陣列裡面可以塞 5份資料 5份整數的資料在裡面 那建立好之後呢 你就可以跳過 array 中括號 然後 告訴它是第幾格 那要注意的是 陣列是從0K算的 所以是01234 這樣的順序去 呃 去 告訴它的那個陣列裡面 每一個的位置是什麼 那例如說我在第1格放入什麼 5324 然後呢 第1格放入 42 然後第2格放入 532 然後第3格 然後第3格放入 53215 反正就是一些數字 然後這個也隨便放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可以將 這個陣列裡面的空間放上資料這樣子 那如果你 這個 放的資料的位置呢 它的這個位置如果超出了你原本宣告的大小 那它就會出現錯誤 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 我們之前所教這個陣列它基本上使用的方式 好 那但是其實它陣列並沒有很常使用 為什麼呢 因為陣列其實不是很很方便使用 它不是很好用 那主要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是呢 就是 陣列的長度呢 必須要是固定的 所以 等於是說你在 這個開陣列的時候呢 你就必須要預先 知道說 你這個陣列到底會需要多大的空間 那像你們剛剛有看到就是 我們的範圍裡面呢 我們預先要 要先給它就是 告訴它陣列是5格大的 那這樣我才能夠建立出陣列的物件 第二個原因就是 你陣列建立之後呢 你沒使用的空間其實就浪費掉了 那所以你可能就是 一開始開了100格的空間 但是其實 大部分的情況你只會用到前10格的空間這樣子 那舉個例子來說 你可能在開發一個線上遊戲 那在這個線上遊戲之中你可能需要 一個陣列來儲存這個 玩家的資料 所以它可能是一個 玩家的陣列這樣子 那 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怎麼會知道 你的這個線上遊戲到底 最多會有 多少玩家上限 那 你可能可以根據過去的資料 知道說 可能今天 這個遊戲它最多最多只會有1000人上限 這樣子 但是萬一就是你的遊戲突然變紅了 例如說你找了一個有名的YouTuber 業配 那可能就是這個 這個 上限的玩家就突然爆增 那可能變成1萬人上限 那這樣你原本開了1000格的這個玩家資料陣列就不夠用了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你可能開了1000格的空間 但是大部分的情況 只有100格被使用到怎麼辦 就是說你的遊戲可能最多可以龍人到1000人 但是 其實平常 活躍的玩家才大概100格人而已 所以你等於是最後 900格的空間都 就是浪費掉沒有使用 那在陣列裡面的這個空間你一旦開出來之後呢 它就會一直在那個地方 除非 除非你哪天沒有使用到這個陣 這整個陣列都沒有被使用到的時候 它才會整個被回收掉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今天 有部分的空間被使用 那剩下的空間它還是會佔用你的記憶體空間 並不是說你用100格 那剩下900格的空間就會自動消失不見 那這就是陣列它所造成的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你需要的就是 我們這一次所介紹的list 這個資料結構 那它就可以幫助你解決剛剛那些問題 那list的話你就可以叫它串列或清單 就是這兩種名稱都有人體 那我自己是習慣用英文的list 這個方式去 去叫這樣子 好 那相信各位非常聰明應該都已經注意到了就是 這個list的旁邊呢有一個 兼括號T的符號 那這到底是代表什麼意思 那這個東西呢你在後面的一些其他的資料結構 或是甚至其他東西呢也會看到 所以呢我們就先來簡單說明一下 那這個兼括號T的語法呢 在c-sharp裡面是一種被稱之為 Generic 的語法 或者你也可以叫它 繁形 那這種語法其實 蠻複雜的 所以呢我們 我們先不詳細介紹我們就簡單說明一下 他在list這邊的作用是什麼 那在後面呢我們可能會用一兩堂課的時間去介紹 一下這個 去詳細介紹一下這個語法到底在做什麼 然後要怎麼去使用它 好 那在list這邊呢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呢 這是list呢 的作者 他在 寫這個list的class的時候呢 他留下的一個 行別保留符號 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說 呃 寫list的這個作者 他可能在寫list的class的時候他不知道你到底未來會塞什麼樣的資料進去 所以呢 他就 在list的後面留下一個兼括號T 那 這個T代表意思就是你未來要在這個list中放入什麼樣型別的資料 對 那當你在建立這個list 兼括號T的這個物件的時候 就是你new這個list的時候呢 你必須要將這個T呢 換成了你實際要存入這個資料的行別 所以換句話說如果你今天 想要存 這個整數的資料到我的list裡面的話呢 那 你就必須要把這個T 換成這個int int 那代表說 我現在要建立一個 這個 可以存放 int 行別資料的list 這樣子 好 那這個我們等一下會看到的例子 所以你就大概知道 他 實際上寫起來會長什麼樣子 那 當你就是在建立物件的時候這樣寫 我就寫list的經過號 int的話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 C-sharp裡面的generic這個系統呢 這個語法呢 他就會 將 這個list裡面的 class還有method裡面 任何出現T的地方呢 都自動的代換成 int 代換成你的int 所以呢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呢 list它有一些 有些method 分別是這個add 然後remove 還有這個content 像這些method呢 它裡面 的引述呢 都寫著什麼 什麼塞路一個 T型別的x 這些資料 那 這些T的位置呢 就會自動被換成int 所以呢 它就會變成例如說 像是 新增一個int的資料 刪除一個int的資料 或是 或是檢查有沒有int的資料存在的 這些方法 對 好那 這就是這個 這個 語法大致的意思 所以在這邊呢 你只要知道 你只要知道一個重點 就是 我在建立list的物件的時候呢 這個T的位置我必須要填入 我實際上要放什麼樣 型別的資料進去 好 那list要怎麼使用呢 那我們假設 你建立了一個物件 list的物件 然後它的變數叫做list 小寫的list 這樣子 那 你在建立的時候呢 你可以不需要去設定它的大小 所以我們等一下也會看到這個部分 那如果想要新增一個物件x的話呢 你就這樣寫 list.add 然後如果想要取得 某一個位置上的資料 那你就可以用像正列的方式呢 去去 去存取 這個list 裡面的資料 然後如果你要刪除某一個位置上的物件的話呢 你就寫 list.remove at 然後後面給它那個位置的編號 讓它就知道要刪除哪個位置的物件 那如果想要取 你想要知道現在 現在你的list裡面到底有多少個物件的話呢 你可以 呼叫它的count 這個get的存取器 那你就可以知道 裡面到底有多少 多少物件 好 那我們就來demo一下 OK 那首先呢我們就像剛才一樣說的 我們就建立一個 存整數資料形別的這個 這個list 所以呢 在這邊你就要這樣寫 就是list 兼括號 那 你這邊不可以直接填T 這樣會有問題 就像我剛剛說如果你想要 建立一個存整數形別的list的話呢 你就必須要 把T換成你實際上要存的這個資料形別 所以這邊必須要填int 然後呢 例如說我叫他 不要叫array 我叫消寫list 然後new的Stone也是一樣 就是用兼括號 int的方式 然後後面再加上 這個 括號代表說我是要呼叫這個list的建構值 它的constructor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就建立出了一個用來儲存整數的 形別資料的list 這樣子 那其實你會發現其實這個看起來還跟那個 正列其實有點像 正列呢就是 int然後中括號 那這邊只是把 int變到這個兼括號的範圍裡面而已 然後前面 然後前面只是宣告list的這個class 好 好那我們就來塞一些東西進去 那例如說我就塞 51是塞三個值好了 然後 5251 那這些值都是亂打的 所以其實沒什麼特別意義 像這樣 好 那這樣我就塞了三個值進去了 那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 我剛剛在建立這個 list的物件的時候呢 我並沒有給他任何的數字 所以換句話說呢 他其實是 建立的時候你不用跟他講說你會存多少資料進去 那就是當你呢 當你在新增資料的時候呢 他就會 自動根據他現在裡面放了多少資料 然後去分配多少資料 所以換句話說呢 如果你的資料越多 他 佔用的記憶體空間就會慢慢的增加 那如果他用 存的資料越少 他就會 把自己使用的記憶體空間慢慢減少這樣子 所以就不會有像剛剛正列那樣子就是 浪費 浪費空間的問題 好 那我們這個時候就可以來看一下 List的count 這個get的存取器 那你就可以 等一下 他要是自串 所以呢 就前面加個空自串 然後變成一個自串這樣子 好 那 我就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這個List裡面到底存了多少物件 OK 好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呢 他裡面放了三個物件這樣子 對那就跟我們剛剛加進去的數量是一樣的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刪除資料的話呢 我就可以像 這樣子就是 呼叫List的remove at 然後例如說 我想要刪除第1格的資料 那我就給他1 這代表說 第1格資料刪除 也就是這格的資料 好 那我們刪除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他的數量就變成2了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他裡面到底 就是剩下什麼樣的東西 我們再寫一個回圈來看一下 就是加一個for回圈 然後呢 讓他從 從第0格開始 看到List的count 這樣子 然後他每看一個呢 就 用message box 把裡面的內容印出來 例如說我剛剛講 第 I 個 資料是 這樣 I 好 我就用這樣的方式去印出他裡面的資料 好 我們看一下結果 所以第0格資料是514 對 沒錯 然後第1個資料是21 怎麼會是21呢 因為呢我們剛剛使用了remove at 把第1格的資料刪除了 所以5215就不見了嘛對不對 那當你刪除了 中間某一格的資料的時候呢 List的呢他會自動幫你 將後面的資料 就是從中 從你刪除的那個開始往後算 那些後面的資料呢 往前移動一格 那用來替補前面空的位置 所以呢我們就看到了 原本在第2格的21呢 就被移到了第1格上了 這就是為什麼這邊會看到 第1格資料是21這樣子 對 然後呢你也可以透過 正列的方法去存取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剛剛在 取得那個第1格的資的時候呢 是使用List的中掛號i這個寫法 那這就代表說 其實呢這個東西就跟 正列可以用一樣的方式去使用 那各位看到這邊應該就可以開始感受到說 好像List的感覺比 比這個 正列還要方便很多嘛 所以 你就 會覺得說List應該會比較好用這樣子 好對 所以List確實是 比正列方便很多 那原因呢就是像各位剛剛看到的就是 首先他 他不用一開始就是跟他講說我要佔用多少空間 那他有具有這個自動調整空間大小的能力 所以呢你基本上你存多少空 存多少東西呢他就會 佔用就是差不多的空間 不會比就是你存的東西還要佔用更多空 呃太多空間這樣子 那存取的時候呢一樣可以當正列使用 這樣子 那但是這有個前提啦 就是你一開始在 一開始資料刪進去的時候你還是要先用 add 把它放進去 你不能直接像 正列那樣子指定說哪一格要放什麼資料這樣子 一定要先用 add 放進去之後呢 在那格有空間 那格有資料的情況之下你才能夠使用正列的方式去使用 然後呢他還有提供一大堆好用的 method 像是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我們可以用 remove add 去刪除某一格的資料嘛 那你也可以使用就是 remove 這個 method 然後呢直接跟他講說我想要刪除哪一格的資料 所以呢像我們剛剛這邊寫 remove add 我們可以把它改成 remove 比如說 5215這個資料不見 那這邊就是因為呢 這個 list呢 他在呼叫 remove 的時候他會去幫你比對說哪一格的資料是 跟5215是一樣的 那他就把那個 相同的資料刪除 對 那只是有個地方要注意的是呢 他在 比較東西是不是一樣的時候他是用 用這個 equals 這個 method去判斷 對那 關於這部分的細節呢 我就 在這邊不多提 因為這並不是我們本課的要點 所以我會把它寫在我們 部落格上面的 補充說明裡面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到影片下面的說明欄裡面 找到我們部落格文章 然後就可以看一下 到底就是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那另外呢 你可以呼叫 list.contents 這個 method 然後去檢查說某一個資料是不是存在在我的這個 存在在我的這個 這個 list 裡面 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就可以 做像這樣的判斷 例如說我再加一個 message box 然後就說 有沒有 514 這樣 這樣 然後我們就呼叫 list.contents 這個 method 然後 給他514 好所以這時候他就去檢查說我的 list裡面有沒有514這個值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結果 那你可以看到他回傳結果是 true 所以就代表說他有確實有這個值存在 對 那這就是這個contents的功用 然後呢 還有一個很好用的 message 叫做 salt 那這個就 非常非常的懶的 就是 這個對 很多人來說呢 你今天要對一些資料做排序 做自動化的排序呢 其實是 不太好寫的 所以 C sharp 他也提到 聽到你的心聲了 所以呢 他就在 list 裡面幫你寫好了一個叫 salt 的這個 method 可以幫你做排序的動作 那你呼叫他呢 他就會幫你從小到大 照進去的 把資料排好 有夠懶 對吧 好 那只是有個小 小小的地方要注意的是 你這個裡面儲存的資料型 他必須要去使作 IComparable 這個 interface 對 那你們有看到這邊有個i嗎 所以你們 如果有看上一課的話 你們就知道 它是一個 interface 這樣子 那細節也是一樣 我會放在這個blog的文章裡面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 好 所以我們就來呼叫看看這個 salt 的 method list.sort 忘記加了括號 好 所以呢 我現在做了一個sort的動作 那原本是 原本他放的資料順序是 5145215跟21 那我們來看看結果 結果的話變成第0格資料是21 第1格變514 第2格變5212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就幫我們自動把這個list裡面的資料 照一個順序把它排好 對 所以各位有沒有覺得很方便呢 那 這個就是 我們list裡面提供了很多好用的 method 那它其實裡面還有更多就是 更多就是那種 很不錯用的 method 所以 有興趣的話呢 你們可以去 看一下msdn上面的這個官方說明 裡面有介紹很多list裡面到底有什麼用的 method 這樣子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要交給各位的這個list的課程 希望各位今天學完之後呢 你們可以理解到list的到底 到底多好用 然後呢 你們就可以開始 去使用像這樣的資料結構來幫助你們完成更多 有